我们的第五章主要跟各位介绍的是 Centroid 那个几何重心跟Center of Gravity 重力重心 再给各位先回顾一下 所谓的Centroid 几何重心 指的是一个几何物体 跟重量密度都无关 就是一个几何物体的重心 我们叫做几何重心 重力重心 就是考虑到物体的重量 可以假设物体的重量 都集中在那一个点 那个叫做重力重心 那我们一开始呢 在第一小节 我们跟各位介绍了 如果现在是有一个平板 OK 是一个物体 有它的重量 那这个的平板 假定它的重力重心 是X bar Y bar 那我们就说 X bar乘上总共的重量 等于Xdw Y bar乘上总共的重量 等于Y乘上dw OK 也就分别是 也就说 如果我知道总共的重量 然后dw呢 我们可以 这个的dw 因为这是一个积分 我们可以写出 重力加速度 乘上密度 乘上厚度 乘上它的面积 所以这个的dw 等于是一个对面积 dA 是一个双重的积分 透过这双重积分 我们可以找到X bar Y bar 好 这是所谓的重力重心 如果现在考虑到 是这个平板的表面积 那我们要找到表面积 这是一个几何形状 我们要知道它的重心 我们就可以用X bar A 等于XdA 跟Y bar乘上总面积 等于YdA 我们可以得到 它的所谓的几何重心 那我们也告诉了各位 如果是一个平板 假设这个平板的厚度 是均匀的 就是T 我旁边这边写的这个T 厚度是均匀的 密度也是均匀的 那我们一般假设 重力加速度也是常数 那这个时候 就是一个均匀的薄板 厚度也是均匀的话 这个薄板的重力中心 就会跟这个薄板表面积的 几何重心就会重叠 同样的道理 如果是一根管子 弯曲的管子 它假定这个管子的截面积 通通是一样 密度也是均匀的 那这个管子的重力中心 就会跟这个构成 这个管子的一条线段 这个线段的几何重心 也会重叠 也会重叠 那我们有特别的提醒了各位 重心不一定是在物体上面 重心不一定会在物体上面 我们举个例子给各位看过 如果这是一个三角形的面积 那我们知道 重心就是分别从直角边 算它这个边长的三分之一的距离 这是一个三角形的面积的重心 如果是一个三角形的形状 现在只是三根线 那我们有一个例题 它的重心是大概在这个位置 那不会在这三个线上 所以三角形面积的重心 跟三根线所形成的一个三角形 它的重心不见得是会一样的 这点各位不要误解 那我们也讲过 五字一节锯 我们主要是告诉各位 通常一般很多面积 或是平板之类的 都是由一些常见的几何形状所形成 我们把它叫做复合体 那复合体的整个的重心 还是一样的公式 X bar乘上整个复合体的重量 等于summission 每一个复合体自己的重量 乘上这个复合体本身重量的 XI坐标 或者是Y bar乘上W 等于summission Yi乘上Wi 也就是说你知道 构成这个复合体 比如说有五个零件 每一个零件的重心 我们都知道是XIYi 那依照下面的式子 我们就可以找到整个 这复合体的重量中心 或是几何重心 看你要找的是什么 OK那是我们上次在第一节 跟各位讲的 那今天呢 我们一开始第二节 跟各位介绍的是 这个重心的一个运用 假定你知道的重心 不管是几何重力中心 这边主要谈的是几何重心 知道几何重心的一个运用 第二节 好首先我们先介绍 有一种几何形状 叫做旋转面 所谓的旋转面 就是指的某一根 这个面 这个几何面积 我们现在谈的是个面积 是几何面积 所谓的旋转面 指的是说是某一根线 绕着一个轴 转一圈 或是转了某一个角度 所形成的这种曲面 我们叫做旋转面 例如左边的第一个图 你们看的 它是一个半弧 半圆弧 这个半圆弧 如果说转了360度 绕着这个轴 它就形成一个球面 那这个球面 我们就叫做旋转面 或是你们看的中间那个图 如果一根直线 绕着这个轴 这样子转一整圈 那我们形成的 就是一个圆锥面 然后最右边的那个 这个圆圈 假定是转360度的话 形成的就是一个torus 也就是所谓的一个 甜甜圈的形状 那这些面积 这些旋转 因为一个线段 旋转呢 绕着一个轴 旋转了一圈 或者是半圈 所形成的这个面 我们就叫做旋转面 OK 叫做旋转面 这是一个专有名词 OK Surface of Revolution Revolution就是转动的意思 那我们现在介绍 这个所谓的 Papas Godinus 第一个定理 它这有两个定理 我们现在谈的是第一个定理 这个定理里面讲的是说 我要前后跳 假设有一个平面线段 就像前面讲的 这些线段都是在同一个平面上 必须要在同一个平面上 假定有一个平面线段 绕着一个轴旋转 而且呢 这个轴跟这个线段 是在同一个平面上 也就是说 你不能说这是我的线段 然后我绕着这个轴转动 那这个定理就不适用 我的这个轴跟我的线段 一定要在同一个平面上 像你们现在荧幕上 所看到这个图 假定有一个线段 绕着这个 那平面线段 绕着跟它在同一个平面上的轴 转动的一个角度 就会形成一个旋转面 那这个旋转面的面积 我们这边讲的 旋转面的面积 就是等于这个线段的长度 乘上这个线段的重心 也就是几何重心 所走的距离 所走的距离 举例来说 回到前面这个图 假定是这根直线 绕着一个轴 转了360度 就是转了二拍 这个线段的重心 就是这一点 就是这一点 那这一点 假定这个线段 转了360度 那这一点 所走的距离是什么 不就是这个距离 三等于这个半径 转上就是等于二拍R 就是等于二拍R 这个线段所走的距离 也就是等于半径 乘上我的角度 那也就 那刚刚的定理 意思就是说 如果是这个线段 绕着个轴转了360度 变成一个圆锥 这个圆锥的表面积 就是等于这个圆锥的长度 乘上这一段的距离 再乘上二拍 就是这个意思 这就是这个定理的意思 但是在我们继续讲一下 我先告诉各位 所谓的这个表面积 要注意 我们讲的是指的是 这个线 这条线 所形成的表面积 举例什么呢 你别忘了 如果我这个一转动 它会变成一个圆锥 这个圆锥真正的形状 我这边放大一点 它的表面积除了这个以外 应该还有一个底部的圆 但是我们刚刚讲的 那个公式里面 没有包含底部这个圆 因为我们讲的 只是这个线段 所形成的那个表面积 那底部那个圆 本身可不是线段所形成的 线段只形成了 那个圆的周围 没有形成里面那个面积 同样的道理 我们再举个例子 像左边的这个半圆 如果这个半圆弧 只是转了半圈 那它会形成一个半球面 那我们讲的那个面积 也只是那个半球面的 外围的那个面积 里面的面积不算 因此注意 这个Papalus-Gardinus Theory 第一定理 它所强调的 说表面积等于线段的长度 乘上这个线段的重心 所走的距离 基本上的意思 那个表面积指的是纯粹线段 所形成的 而且如果它不是转360度 只转了180度 或者转了90度的话 那它一定是会 正上下会有两个面 我们谈的只是最外面的面积 OK 或者是 例如 这各位要自己注意一下 像这个圆 如果只转了半圈 你们知道 它就会像我们一个吃了一半的甜点圈 那那个甜点圈在两端 在甜点圈的 它的面积指的是这一圈 弧形的这一圈 那两端的这个面积 跟我刚刚讲的也不会算 跟圆锥一样 不会算在里面 如果转一整圈就没有问题 如果说只是转半圈的话 它会变成一个这样子弯的 那这两边的那两个圆的表面积 没有算进去 因为它不是这个线段所形成的 不是这个线段所形成的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特别提醒各位一下 然后这个定理里面 我们并没有规定细打 转动的角度细打 一定要 那个是二排 转半圈三分之一圈都可以 所以我们把这个定理讲的更明确一点 就是假定现在有一个线段 可能是直线 可能是曲线 没有关系 只要它是平面线段 绕着跟它同一个平面的轴 转动 这个线段的长度是L 它的角度 转动了细打角 而且这个线段的重心 几何重心 到这个轴的距离 我们叫歪霸 以前面来讲 这个的距离 我们就说它是歪霸 那如此 依照我们这个定理 这个线段 所形成的表面积 就是等于L 总长度 乘上歪霸 乘上细打 歪霸乘细打 就是我的重心 所走的距离 这个公司里面 各位自己在你们课本旁边注明一下 细打 一定要进度量 如果转180度 你细打要用拍来带 转90度 细打就带二分之拍 转了360度 细打就带二排 细打一定要带进度量 特别要注意 OK细打一定要带进度量 而且这边还有一个规则 我的线段 这个线 不能够穿过我那个轴 也就是 如果我这根直线变成这样子 注意 这个公司不适用 线段最多只能 刚好跟轴交接 不能穿过轴 穿过轴的话 整个公司不适用 所以这个公司里面有几个限制 第一点 线段要平面线段 第二点 轴跟线段要在同一个平面上 第三点 线段不能穿过这个轴 满足这三个条件 我的旋转面的面积 就可以等于我的总长度 乘上线段的重心 以及我的角度 那这个的定理的证明 很简单 我们现在很简单的证明给各位看 你们看右下角的这个图 这个图呢 就是有一个曲线 绕着那个水平轴 X轴 要转一个角度 我们简单一点 就假设它是转色 转 360度 所以这个线段的一小段 DL 转 360度 形成的表面积 就是你们在左图 所看到有颜色的那个部分 成了一个薄薄的环 那这个环的长 这个环的整个面积 不就等于这个环的宽 乘上那个环的周围的长度 而现在这个的DL 到DL 这个小线段到X轴的距离 我们就叫Y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总共的面积 Total的面积 就是等于DA面积的积分 而DA这个面积呢 就是你们在左图 所看到的那个有颜色的 就是应该等于DL 乘上Y乘细打 Y乘细打 就是这个环的圆周 乘上环的宽度 就是它的总面积 所以DA等于DL乘上Y乘上细打 那细打是一个转动的固定角度 可以提出来 就变成YDL的积分 那我们上个礼拜才讲过 任何一个线段 Y乘上DL的积分 就是等于它的重心 Y bar乘上总共的长度L 所以最后得到 我的总共的面积 就是等于Y bar乘上L 乘上细打 如果真的是转360度的话 这个细打就是二拍 就像二拍乘上L 再乘上Y bar 所以如果你们发现 有某一个几何面积 几何物体是一种旋转面 要你算它的面积的时候 你只要找到它的那个旋转线的重心 到旋转轴的距离就可以 下面是你们课本上第六个例题 第五章的第六个例题 这个你们看像一个灯罩 而这个的灯罩也很明显 它就是一个四分之一的弧线 半径为R的一个四分之一的弧 绕着中间那个Y轴 转360度所形成的 我们现在要找到这个灯罩的表面积 那很明显 这个就是一个旋转面 因此我们知道 这个的灯罩的面积的旋转面 依照我们刚刚讲的 等于这个灯罩的弧长 乘上二拍 再乘上这个四分之一弧的重心 到Y轴的距离 那下面这个是我们把前面 五至一节的表格来给各位看 我们都知道 如果是一个四分之一的圆弧 它的几何重心是在拍分之二R 就是两倍的半径除以拍的位置 重点是从圆形开始算 而这个呢 这个半径刚好是R 所以它的重心 这个弧的重心 弧的重心是从圆点 往上算拍分之二R 可是我们想要找的是 我这个重心跟这个Y轴之间的距离 而原来的圆心到Y轴之间距离是二R 所以像我们这边讲的 我们的整个的Y霸 记住不是等于拍分之二R 是等于两倍的R减掉拍分之二R Y霸就知道了 那C打就是等于二拍 那我的弧长就是L 就是等于四分之二拍R 一个整个圆周是二拍R 它只有四分之一 所以变成二分之拍R 这个都知道以后 剩下的只是化减 所以我们整个的这个灯罩的表面积 是等于两倍的R减掉拍分之二R 乘上二拍 再乘上二分之拍 那个二分之拍R就可以了 很单纯 很单纯 这是这个定理的用处 OK 只要物体是个旋转面 它的表面积 我们很好算 我再强调 我现在算的只是这个外面的面积 不是这个灯罩里面的 完全没有含 OK 完全没有含 下一个 有了旋转面 我们再下来 我们介绍另外一个类似的名词 我们叫做旋转体 就是有一个物体体积 有某种几何形状的体积 它也是一个面平面转来 也就等于说 假设呢 还是一样 现在在有一个平面 它一定在一个面上了 绕着跟它同一个平面一个轴 转动的一个角度 所形成的这个体积 我们就叫做旋转体 body of revolution 像左下角第一个图 如果是一个半圆面 半圆的平面 绕着这个轴 转360度就变成一个球的体积 不是球面 就是球的体积 是一个直线 斜线 就变成一个圆锥体的体积 是一个整个的圆 就变成一个真正完整的甜甜圈 类似这个样子 那同样的道理 Papa's Continuous Theory的第二个地律 指的就是 如果现在有一个平面 绕着位在同一个平面上的某一个轴 转360度 转一个角度细打 则所形成的旋转体的体积 等于这个旋转平面的面积 乘上这个面积的几何 这个面积的几何重心 所走的距离 也就是说 同样的道理 以这个三 这个来讲 这个圆锥的面积 就等于这个三角形的面积 乘上这个三角形的重心 到这边的距离 也就是这个高度的三分之一 然后再乘上二拍 就是我们所得到的圆锥的体积 圆锥的体积 这就是这个定理在说的 还是一样 这个定理里面 我们要转的细打 没有规定量二拍 几度都可以 只是记得一定要换成进度量 所以像我们刚刚讲的 甲地现在有一个平面的面积是A 绕着跟它同平面的一个轴 转动的一个细打角度 而这个平面的面积的A的几何重心 到这个轴的垂直距离 叫Y bar 那我们就说 这个旋转体的体积 等于这个面积A乘上Y bar 再乘上细打 还是一样 这个细打一定是要换成进度量 那这个证明跟刚刚非常的类似 看右下角这个图 甲地下有一个面积 那我们一个小面积叫DA 这个DA如果说转动了二拍的话 它所形成的这个小体积 等于这个DA还是一样 乘上这个圆轴的长度 这圆轴的长度就是DA到X轴的距离 乘上二拍 也就乘上细打 因此我们刚刚讲的 整个的体积等于DA的积分 DV的积分 而那个小体积等于DA乘上Y 乘上细打 把细打给提出来 就变成Y对DA的积分 那依照我们前面所讲的几何重心的定义 就等于Y把乘以总共的A 因此整个体积最后等于Y把乘上A 乘上细打 那我们这边举另外一个例子 那是你们课本上第五章第七个例题 现在各位所看到的 是某一个滑轮的截面 一半 也就是说假定这边有一个滑轮 我就把它中间这边砍下来 然后看上半段 中间的这条线 这个X轴是指了这个滑轮的中心线 OK 这是它一个截面 所以那个整个滑轮本身呢 就是这个截面 让这个轴转360度所形成的 那题目有告诉我们 从那个中心点到滑轮的最外围 直径是800mm 所以这边这个几何图形中 最上面到X轴的距离是400mm 那题目告诉我们 这个滑轮的材料是刚制造的 它的密度是每立方公尺 记住单位是立方公尺 7850公斤 那它要我们算出来 这个滑轮本身的 那个质量跟重量是多少 很明显你要知道 我已经知道密度 所以我就是要知道体积 算出了整个滑轮的体积 乘上密度就是质量 再乘上9.81就是重量 所以这个题目呢 虽然问的是质量跟重量 实际上就是要大家 算出它的体积 而这个滑轮体积 我们看得出来 就是一个body of revolution 旋转体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个面积 本身所形成的一个体积 那依照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面积我们很好算 然后要找出 这个面积的几何中心 我们就要用到第一章 就要把这个几何形状分成几个 已知的几何形状 已知的几何形状 好 那这个分法有几种 第一种 我可以这样子分 这边砍一条线 这边一条线 所以我这个时候把这个面积 分成两个20mm 乘上30mm的长方形 跟一个20mm乘上100mm的长方形 分成这样子的三块 这是一种 另外还有一种 我不这样子分 我切这边 这个不要 那这种我就把它变成 分成两个50mm乘20mm的长方形 加上一个20乘60mm的长方形 这是两种分法 但是像这种问题 我们有个更干脆的第三种分法 我们可以把它变成是一个 100乘50的大的长方形 减掉一个30乘60的小长方形 这样就变成只有两个元件 所以我们这题等一下 最后我会把它变成 一个的大的长方形 减掉一个小长方形 那好 现在大家听好 重点是我要不要在算以前 先算出来 这个MERS型的重心 因为照定理来讲 我要知道重心 其次 下面请各位注意 这种问题 如果是真的是这种 复合形状 我们不见得要算它的重心 因为 大家仔细看 这边我讲给各位听 我们要的公式是 细打乘上Y bar 乘上W 要不 抱歉啊 乘上A 细打乘Y bar乘上A 可是我们一讲 如果是个几何问题 是个 不是 是个复合面积 我的Y bar乘上W 就等于 散门型的Yi 乘上Ai 就是Y bar乘以A 就等于散门型Yi乘Ai 所以 而如果我要知道Y bar 也要算这个Yi乘Ai 所以那我何必一直算来算去 所以如果是这种碰到算旋转体的问题 这个面积又是一个复合体的话 你们根本就可以把公式变成这个样子 不是细打乘Y bar乘上总面积 而是细打乘上 每一个小面积乘上它的Yi bar OK 我证明 就所谓的Yi 也就是那个小面积的重心到那个轴之间的距离 就这么简单 因此我们到时候做的时候 比如我分成两块 我就是这个是面积 第一个 第二个 然后算出每一个面积的重心 然后真的就是细打Ai Yi 然后把这个散门型起来 而这个就是我们的 这个就变成我们的结果 因此我们用就是这个样子 我不要特别找出整个复合体的几何重心了 因为它是一样的意思 这里可以在你们第七个立体方面注明一下 所以我们做的就是这样子 第一个 我先把我这个面积变成一个大的长方形 100mm乘上50mm 另外一个小长 就是减掉60乘30mm的长方形 所以呢我们做出下面的这个表 这一行先算出它的面积 所以第一个面积就是50乘100 单位是mm 第二个面积记得是负的 60乘30 负的1800 要减掉的 然后下一行我们找出来 我的 以这个题目来讲 找出我的Ybar 大面积的Ybar 因为它的高度是50mm 所以它的几何重心是在从顶端算 25mm的地方 但是呢 它的顶端到我这个轴的距离是400 所以真正的Ybar是375mm 如这边所示 400减掉25 那空的那个小长方形呢 小长方形的高是30mm 所以它的距离是离它的小长方形的顶端 15mm的地方 可是那从顶端上 就是要再加20是35mm 因此小长方形的几何重心 到这个轴转动轴直链距离 是400减35等于365mm 接着这边 我们就先把它乘上细打 所以这是二拍乘以Y1bar 这边二拍乘以Y2bar 接着我们再乘上面积 乘面积是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的Ybar 乘上A乘上细打 好 这边要注意 因为这边的Ybar是正 可是我的面积是负 所以得出来的结果就是负 两个相减 这就是我们toto的体积 单位是mm的三次方 两个一减 因为不要忘了 这边结果是负 就得到我们的体积 我们只要把这个体积 乘上我们的密度 就会得到我的质量 但要注意前面题目 给你们的质量 是每立方公尺 7850公斤 而这边 我们算出来的体积的单位 是mm的三次方 所以因为一个mm的三次方 等于10的负三次方公尺 所以这边最后 我们乘上了一个10的负九次方 才会得到我真正的质量 这个不要弄错 你忘了乘着10的负九次方 你会得到一个非常大的 巨大无比的质量 这是这个结果 为什么要乘10的负九次方 因为我密度的单位 是立方公尺 而我体积单位只是 那个立方毫米 mm的三次方 所以要乘上10的负九次方 那我知道了我的质量以后 质量再乘上9.81 就变成了重量 最后答案的重量是589牛顿 就是这个 本身这个滑轮的实际的重量 后面就很简单只是计算 这个立体最主要的观念 就是告诉各位 这一件事 如果不管是这个线段 或是这个平面 它是一个复合体的时候 我们不要真正的 找出它的歪霸 直接就是把歪霸乘上A 变成SAMATION的YI 乘上AI 就OK 这个结束了 我们现在的小节 Purpose Godinus Theory的应用 主要就是怎么样利用线段 或是一个面积的几何中心 然后很快的可以算出来 一个旋转面的面积 或是旋转体的体积 所以 其中一个